素食店監視器拍到 這名60歲左右的男子 進到店裡走上二樓 他在店內吃外食 還翻垃圾桶 用餐的民眾 發現他舉止怪異 趕緊通知店員 進入素食店用餐 並且將水果刀放在桌上 店員發現 驚覺不對 馬上過去跟該名男子勸禮 店員請他把刀子收好 同時勸導他離去 不料男子突然抓狂 朝店員大聲怒罵 還嗆聲叫店員不要落單 甚至拔刀在店員面前晃動 就拿刀指向店員說 我曾經殺過人 我剛關出來 你不要落單等的話語 所幸過程都沒有人受傷 其他顧客看不下去 也跟男子發生爭吵 警方貨報到場 男子說他只是在店內休息 帶刀子只是要削水果用 但是他拔刀恐嚇店員 還叫對方不要落單 已經讓店員感到恐懼 可能最近社會的案件太多了吧 大家那個壓力都越來越大 他頭部了 他頭部了 就很恐慌 如果像我們這樣出來的話 很怕就是後面會有被人家暗殺什麼 男子似乎對自己的行為毫不在乎 警方調查 男子有竊刀跟衛造文書的前科 並沒有真的殺人坐過牢 但是他拔刀威脅店員 已經嚇壞在場的民眾 警方針訊之後 以恐嚇罪將男子移送 記得王小黃鼠和SNG小組台中報導